我们就用我们的无名指 无名指 所以本身来讲五只手指 滴水佛风空 滴水佛风空 所以关于水的东西都是用水指 水的指去点 然后去淡 这个重点是这样 我们从唐城开始撒净 你淡去这个角落 这个角落就变成一片白色的一片光明 你再淡去第二个角落 第三个第四个这些淡 就每一片每一片白色的光明 所以当我们一直在淡的时候 这一片就变成一片白色的光明 这一直淡一直淡的时候 一个房间清净完 就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楼梯洗手间 床 衣柜等等 都通通清净干净了 最后 因为你每一片 每一片就灌成成为一个白色的光明 到最后 你整个房子 就变成是一个白色光明的房子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叫做 你的房子已经清净了 你的房子已经清净了 就是每一个给它变成白色的光明 我们可以观赏白色的光明 有一条金刚柱在里面 也可以观赏白色的光明 有一个色 关系普照的色字在里面 也可以只是观赏一个白色的光明 重点是 整个房间 整个屋子 都是白色的光明 那这个白色的光明 就代表我们的房子 已经清净了 从我们的坛城开始上 直到我们的这个 睡房 床 洗手间 衣柜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衣服 因为一般来说 鬼神众都会在洗手间 还有衣柜里面的 所以我们经常要撒 都要撒这几个地方 到最后的时候 在我们的后门 或者是如果没有后门的话 就是正门了 把这个水堵出去 堵出去 这个就是基本的撒净的方法